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艺术市场的时尚秀 画布上的流行趋势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艺术市场的时尚秀 画布上的流行趋势 想象一下 艺术市场就像是一场华丽的时尚秀 画布上的每一笔每一画都在争相展示自己的风格和魅力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场秀的面纱 看看那些在艺术界闪耀的流行趋势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艺术市场的流行趋势就像是时尚界的潮流 总是循环往复 比如 印象派的兴起就像是19世纪的街头风 当时的艺术家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写实主义 而是开始探索光影和色彩的变化 这就像是今天的年轻设计师们勇于挑战传统 创造出独特的街头风格 接下来 我们不得不提到当代艺术的极简主义 这种风格就像是时尚界的极简风 一切都追求简约而不简单 想象一下 画布上只用几个颜色和几何形状 却能传达出深刻的情感和思想 这就像是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衬衫 但搭配得当 却能让你成为全场的焦点 而在这场艺术时尚秀中 社交媒体的崛起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 Instagram TikTok等平台让艺术家们能够迅速分享自己的作品 并与全球观众互动 这就像是时尚界的网红效应 一个作品如果在网上火了 立刻就能引发一波购买热潮 想想看 哪位艺术家不想成为下个网红呢 当然 艺术市场的流行趋势也不乏一些有趣的故事 比如 某位艺术家在一次展览中 故意将一幅画的价格标得极高 结果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 这幅画的实际价值可能并不高 但因为话题性十足 最终却以天价成交 这就像是时尚界的限量版 有时候 价值并不在于物品本身 而在于它所引发的话题和热度 最后 我想说的是 艺术市场的流行趋势 就像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时尚秀 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变化 无论是古典的优雅 还是当代的前卫 艺术都在不断地挑战我们的想象力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艺术探索中 能够像时尚界的设计师一样 勇于创新 敢于表达 让自己的艺术之路充满色彩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在这场艺术的时尚秀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品的情感密码 如何解读画作的新生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艺术品的情感密码 如何解读画作的新生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将会揭开画作背后的情感 并且学会如何与这些寂寞的艺术品进行对话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开始这场艺术之旅吧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颜色 颜色在艺术中就像是情感的语言 想象一下 如果一幅画主要使用红色 那么它可能在表达热情 爱情 甚至是愤怒 相反 如果画面是冷色调 像是蓝色或绿色 那么它可能在传递宁静 孤独或思考的情感 这就像是画家在用颜色写诗 而我们则是那些试图解读诗意的读者 接下来 我们要注意画作的构图 构图就像是画家的辛勤日记 如果一幅画的元素排列得很紧凑 可能代表着压迫感或焦虑 而如果画面空旷 则可能传达出自由或孤独的感觉 想象一下 如果你看到一幅画 画中有一个人站在广阔的沙漠中 你会不会感受到一种孤独的心声 这就是构图的魔力 再来 我们不能忽视画家的背景和创作时的情境 比如 范高在创作《星夜》时 正处于精神病院的疗养生活中 这幅画的漩涡状星空 无疑是他内心情感的具象画 想象一下 范高在画这幅画时 可能一边画 一边自言自语 这星星可真会转啊 跟我一样 这样的幽默感让我们更能理解 他作品中的情感深度 最后 我们要记住 解读艺术品的情感密码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每个观者都会带着自己的经历和情感 去看待一幅画 就像是每个人对于同一首歌的理解 都可能不同 艺术也是如此 你可能会看到一幅画 感受到的是悲伤 而我却可能感受到希望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它让我们在不同的情感中找到共鸣 总结一下 解读画作的新生 需要我们细心观察颜色 构图 了解画家的背景 并且尊重每个人独特的感受 下次当你站在画作前 不妨试着与它对话 看看它会告诉你什么样的故事 或许 它会告诉你一个 关于爱 孤独 甚至是对于生活的幽默看法 谢谢大家 期待下次再与你们分享 更多艺术的奇妙事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市场的投资迷宫 金钱与创意的交错 在探讨艺术市场的投资迷宫 金钱与创意的交错时 我们不妨把这个复杂的领域比作一场华丽的舞会 舞者们在金钱与创意之间翩翩起舞 时而优雅 时而跌宕起伏 首先 艺术市场的投资就像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 你可能会在拍卖会上 看到一幅画作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然而 几个月后 这幅画的价值可能会像气球一样迅速泄气 想象一下你花了大价钱买下了一幅画 结果发现他的前任主人是个艺术家 他在家里涂鸦的墙壁上画的 此时 你可能会想 我是不是该把他挂在客厅 还是干脆放在车库里 而在这个市场中 创意与金钱的交错更是让人捧富 艺术家们常常在创作时追求灵感 然而 灵感的来源有时就像是那只神秘的猫 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 比如 某位艺术家 在一次灵感迸发的夜晚 决定用自己的血液作为颜料 创作一幅画 结果 这幅作品在拍卖会上 以天价成交 买家们争相竞标 仿佛在争夺一件西式珍宝 可想而知 买家们回家后 看到这幅画时 心中难免会有些疑惑 我到底买的是艺术 还是一份血腥的历史 当然 艺术市场的投资也有其独特的魅力 许多投资者在购买艺术品时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更是为了享受艺术带来的美感和文化价值 想象一下 你在家中挂着一幅名家的画作 朋友们来访时 看到这幅画 纷纷赞叹不已 此时 你可以微微一笑 心中暗想 这幅画的价值 不仅在于金钱 更在于我在朋友圈中的地位 然而 艺术市场的波动性 也让人捧心不已 某些艺术品的价值 可能会因为一场展览 一个名人的推荐 或者一条社交媒体的热帖 而瞬间飙升 就像是某位艺术家 在一次展览中 突然被某位大咖点赞 结果她的作品在拍卖会上 以数倍的价格成交 此时 其他艺术家可能会在心中默默祈祷 希望我的作品也能被发现 哪怕是被一只流浪猫点赞 总之 艺术市场的投资 就像是一场充满变数的舞会 金钱与创意在其中交错 时而优雅 时而滑稽 作为投资者 我们不仅要有敏锐的眼光 更要有一颗幽默的心 才能在这个迷宫中找到 属于自己的出路 毕竟 艺术的魅力 不仅在于它的价值 更在于它带给我们的思考与乐趣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同踏入了 艺术市场的奇妙世界 讨论了从流行趋势到情感解读 再到投资迷宫的种种议题 每一部分 都像是在为你们揭开一场 华丽的时尚秀 展示艺术的无限魅力 在这场艺术的旅程中 我们探讨了历史的回归 当代的极简主义 以及社交媒体 如何成为艺术家们的新舞台 我们也学习了 如何通过颜色和构图 来解读画作背后的情感 甚至了解到艺术市场的投资 如同一场高风险的舞会 金钱与创意的交错 让人蓬富不已 艺术市场 就像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时尚秀 流行趋势不断变换 而艺术品的情感密码 则让我们在静默中 聆听那些画作的心声 无论是投资的高风险 还是欣赏的乐趣 艺术都在挑战我们的想象力 同时也引发我们内心深处的思考 在结束之前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参与讨论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认为艺术的价值究竟源于什么 是创意 情感 还是市场的热度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分享 让我们一同在这场艺术的探讨中 发现更多的乐趣与灵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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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